接著我們把鏡頭轉往中臺灣 親近火把節今年是賣入了第十五年 也是中國少數民族來臺的第六十週年 而火把節源自於中國遺族等族群 不過因為長期生活在南投仍愛鄉地區 也與當地的原住民族人共生共榮 因此每年的火把節 也融合了豐富的原民文化元素 展現多元族群的文化共榮 高舉火把點燃廣場篝火 一年一度的親近火把節正式登場 火把節源自於中國遺族 哈尼族及白族等族群 其中以遺族人為主 並視為新年 而熱鬧的過節氣氛 也在國際上被稱為東方狂歡節 藉由熊熊烈焰象徵部落團結齊心 希望驅趕快運 祈求平安 在雲南我們老家 火把節是在農曆六月 在國立七月的時候 但是我們在親近 由於我們在六七月 是我們最農忙 最沒有空的時間 所以我們在親近所辦的火把節 主要是做一個傳承 讓年輕的一輩 更能夠近起來 我們的祖先是從雲南過來的 在台灣落地生根 民國五十年 一群從顛免邊疆來台的顛免一包 經由退府會 安置於南投仁愛鄉 從事農肯開發 也與當地泰雅 賽德克及布農族共生共榮 因此每年的火把節 也融合了原住民文化元素 成為鄉內極具代表性的特色活動 我們都知道這個族群的文化傳承 是大家所大力推動 同時在每一個族群裡面 都是希望把自己的 這個各族群的特色 文化 還有甚至於 服裝 語言 歌謠 舞蹈等等 都能夠讓其他的族群能夠了解 所以我們也希望 這個在仁愛鄉裡面 共同生活的鄉親朋友 都能夠共生共榮 青青火把節今年脈入第十五年 也適逢顛免來臺六十週年 雖受疫情影響 縮小活動規模 但依然不失典禮的隆重 而因著族人多年 在文化傳承上的付出 南投縣府也將火把節 列為縣內重點觀光活動之一 邀請民眾共襄盛舉 也將仁愛鄉多元族群的 文化特色 星火相傳